小麦豆 我来了 看看这个 很像个鸭子 毛毛的小鸭子 如果只是画个小鸭子 好像显得我一软没能耐 所以我给他稍微加勾了一下 让他有了一点故事情节 你们觉得这样的男朋友算不算贴心呢 画的时候小姑娘告诉我 是个带翅膀的孔 好吧 老规矩啊 再来一个可爱的小故事 给我的脑洞了啊 我第一眼就觉得像谁在骑着马 那是谁骑着马呢 骑骑马 骑进骑出 赵子龙 但画完马 我觉得马有点太搞怪了 那行吧 就来个搞怪版的旧恶斗 在这边 这是你刚才说的那个 人头这是一点点 然后鸡身 然后这里点 然后这是鸡尾巴 然后这是一个鸭的脚 虽然说小姑娘 这个脑洞画出来一定非常的兴起 但我还是想画一个可爱的带有故事情节的画面 哎 这个事就是谁画谁说的算 好 这边 走路的小怪物 嗯 我不知道你们第一眼看到什么 反正我第一眼想到的这个怪物就是 他 我知道你们肯定有不同的脑洞跟想法 对不对 大家在评论里面写上你的想法 点赞最高的 或者我觉得好玩了 我会收集一波 给你们画出来